眼前这一幕发生在陕西甘泉县的某医院 而这位大妈之所以在这里大吵打脑 是因为她怀疑这家医院偷偷把她女儿的肾给个了 医院很快报了警 可大妈面对民警也毫不畏惧 这位大妈名叫党海燕 据她说 自己的女儿高晶2012年在参加单位体检时 意外地发现她的左肾不见了 党海燕一开始以为是医院无诊 于是又带着女儿重新做了检查 可等来的还是同样的结果 高晶只有一个肾 父母都觉得非常蹊跷 他们说女儿从未做过任何肾脏类的手术 好好的肾怎么就会不一而飞了呢 一家人思来想去 觉得女儿肾脏丢失只能和八年前的那场手术有关 2004年 高晶骑车室曾发生过一场车祸 肝泉县医院检查后发现高晶脾脏破裂 需要立即进行摘除 这场手术很成功 医生也根本没提过跟肾有关的事 可据父亲回忆 女儿在手术康复之后就变烂了 不仅不愿意做家务 身体也非常容易疲惫 当时他们还以为是手术后一场 现在回想起来 这些反应和缺了一颗肾不说是高度吻合 也只能说一幕一样了 而且 能不知不觉摘除一颗肾的也只有医生才能办得到 再加上一些医院买卖器官的传闻 这样的可能顿时让人不寒而栗 于是高家人立刻来到甘泉县医院 想讨个说法 可等他们到了医院 却根本找不到当年的主治医生贾医生 大电话也无人接听 但医院的墙上还贴着他的介绍 贾医生现在已经升职成了外科主任 母亲这时就更觉得不对劲了 如果贾医生不是出于心绪 那又为什么要躲着他们呢 于是高家人又去找到医院副院长 可副院长却拒绝安排双方见面 理由也很冠冕堂皇 但高靖父母觉得 医院这种含糊其词的态度 恰恰就证明了 女儿的手术一定是有问题的 几次谈判无果后 母亲干脆就拿着铜锣 在医院大厅里悄悄打打 还有哭又闹的指责医院黑心 医院实在受不了党海烟这么闹腾 于是选择让警察把他带走 但高家人并没有就此放弃 他们将此事同给了媒体 经过媒体的报道 医院的名声也瞬间一落千丈 贾医生也连带着被认为是个无良医生 眼看情况愈演愈烈 作为当事人的贾医生也不得不出了面 陕西女子体检时 竟发现自己的左肾不一而非 父母得知后 怀疑是女儿八年前的那场手术有问题 可当一家人找到医院后 除院诊断上却明明白白地写着 双肾图像未见异常 原来当年参与高境手术的一共有八名医生 如果主治医生想偷偷割掉他的肾 那绝对会被其他人发现 除非他们是团伙作案 可高境父母却不这么认为 他们执着地认定女儿的肾就是被假医生偷偷切掉了 不然高境的左肾去哪了 为了尽快解决问题 医院决定让高家人去找一家机构进行鉴定 费用由医院出 经过检测 鉴定机构发现医院的手术过程 确实存在不合理之处 一是医院临时更换了麻醉方式 书前准备记录里写的是局部麻醉 可到了手术时却变成了全身麻醉 而是皮脏切除手术的时间 普遍是两个小时 高境的手术却用了四个多小时 因此鉴定机构给出的鉴定结果 是不排除高境左肾 确实和医院存在因果关系 关于这份鉴定结果 副院长说医生虽然不知为何 没有通知家属改变了麻醉方式 但这肯定不能导致患者的肾脏丢失 其次高境虽然早上9点就进了手术室 但这并不代表手术就是9点开始的 因为医生还需要准备时间 最后副院长还给出了 鉴定机构不专业的结论 我认为他这个 这么不内耗 你来这麻醉记录几点开始 你都不清楚应该说这个话 医院的出而反而 让高家人瞬间就不淡定了 可更让他们破防的还在后边 医院很快又提出高境左肾 确实还有多种可能 比如他的肾腰们可能先添一味 要么就是手术后萎缩了 或者就是后来还做过其他切除手术 对于医院的一再质疑 鉴定中心也做不住了 他们表示高境身上除了 皮脏摘出手术留下的疤痕外 没有其他手术疤痕 根据出院时的检查结果 也排除了肾脏移味和萎缩的可能性 那么高境左肾消失的可能就只剩下一种 眼看自己的质疑全被否决 远方又提出了二次鉴定的要求 并表示这次鉴定 如果还是将责任指向医院 那么他们一定会负责到底 可面对这样诱人的条件 高境却又犹豫了 陕西女子体检 是仅发现自己的左肾不一而非 父母得知后 怀疑是女儿八年前的那场手术有问题 记者为此还专门找到了 当年参与那场手术的医生 可由于那时医院的设备还没有联网 很多检查结果都是手洗而成 相关医生也早已记不清那场手术 不过他们信誓旦旦地表示 自己当年却没有切除高境的左肾 身为医生的他们也绝不会做那种事 但这让高境一家很难幸福 于是医院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办法 那就是让高境去做泌尿系统的噪音检查 这种检查可以查出 高境的肾脏到底是手术切除还是自行萎缩的 可高境这时又犹豫了 原来这种噪音检查对肾脏有很大伤害 高境本来就剩下一个肾了 难道他要用自己的健康来换取可能的赔偿吗 思考良久后高境提出让医院签一个协议 那就是他做完噪音检查后 产生的一切后续疾病都由医院负责 副院长一听这话脸色都变了 毕竟高境母亲在医院闹出的动机就够大了 要是高境以后有点头疼脑热就来找医院 那医院的声誉算是完了 不过几番上谈后 医院还是签下了那份协议 并出资让高境到上海去检查 然而检查结果显示 高境左侧肾脏功能丧尸的原因不明 没有发现手术切除的证据 这样的结果让两家都不满意 医院认为报告不能完全体现 他们没有发生医疗事故 而对于高境来说 他的左身依旧下落不明 就这样僵持了两年后 高境终于选择把医院告上了法庭 可正当他等待判决结果时 一直沉默着的贾医生 却突然把高境一家告上了法庭 理由是高家人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 并索赔一百万 原来自从高境母亲去医院闹那么一出后 假医生就被各种骚扰弄得无法正常工作 他的孩子也因此在学校受到了排挤 甚至一度产生了休学的念头 经过审理 法院认为医院并没有违规摘出高境的身脏 但也不排除高境左肾损 是与医院不恰当的医疗行为有关 因此判处原方和假医生 共同赔偿高境二十六万元 高家人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于是又进行了上诉 然而二审依旧维持远判 事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不过高境的左肾到底是如何消失的 或许真的就成了一个永远的谜团